媽媽的心也是會碎的 忙半天 那本人在結婚之前 就是個廚房白癡 我真的從來沒有進過廚房 我婚禮前戲 我爸為了怕我嫁出去太丟人 還特別教我說白飯要怎麼煮 大紅電鍋 米要放多少 水要放多少 還特別給我特訓 就算我的廚藝真的是零 可是為了我兒子 從他就是寶寶 就是吃副食品開始 我就努力做副食品 然後現在也是三餐 我自己一手包辦 然後有一天我就為了煮我兒子 最愛吃他那個煎的肉片 翻面的時候那個油 就一把 噴到我臉上 就噴了好幾個 然後媽媽就已經燙傷了對不對 超痛的 但是媽媽一心 沒有在自己的臉上 只有在那個煎的肉片上面 對 想說天啊 那個肉片沒有膠吧 然後弄一弄 好了之後呢 上菜之後我才發現 臉好痛 我趕快去擦個藥 對 對 結果擦完藥 然後我坐下來 跟小朋友一起吃飯的時候呢 我就問我兒子說 寶貝啊 媽媽今天煎的這個肉片 好不好吃 結果我兒子呢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吃到 那個誠實豆沙包 他太誠實了 他就說 媽媽 我覺得那個擦擦排骨 比較好吃 我要吃豬腰股 但我去吃擦擦排骨就好 天啊 我的臉都已經被燙上 說這種無情的話 我當場 就是 累就真的流下來了 心痕 血淚 都在那個排骨上面 妳小朋友是貼心啦 他看妳這麼辛苦 妳小朋友是貼心啦 這樣那個 可以說句好吃 你說媽媽妳煮得最好吃 OK 我覺得再怎麼樣兒子 媽媽再怎麼樣都會原諒 都會覺得沒有關係 是我生的 對 可是老公講的話就是 馬上放在心裡 永遠不會忘掉 對 就是被說這個 動作好慢還好 動作 比不好笨好吧 對啊 比笨好 好像是 那這句話講的那個時機 實在是太傷人了 因為像大家都知道 帶小孩出門很麻煩 東西超過 東西超多 然後還要想說 自己有沒有忘記帶什麼 然後有沒有漏袋什麼 有沒有什麼東西 還要再準備的 光準備一個媽媽包 就要花不少時間 對 然後偏偏我老公 就是那種只顧自己的人 他就是自己 OK 我穿好衣服 就可以出門的那一種 對 他一秒可以出門 一秒出門 對 然後就不用管其他事情 然後反而我還要常常提醒他說 以前貼戴了沒 手機戴了沒 鑰匙戴了沒 種種的事情 總而言之我就是 要應付小孩以外 還要幫忙一個大人 就非常的忙碌 然後有一次 實際已經快來不及了 然後我老公就口氣很不好的 就直接就說 真的很生氣 我就說 你只有弄你自己 你不用幫忙處理小孩 你當然很快 你有時間在那邊納涼 為什麼不過來幫忙 只會講我動作很慢 看我媽媽連罵人都很怕 對 好怕喔 可是我發現很多東西 像我有時候譬如說 就是出門的時候 老公也是一秒拿著錢包 那個鑰匙就可以出門 然後我忙半天 忙完半天之後 要出門那一扇拉我才發現 我一拋尿好急喔 真的喔 就是我發現 忙到最後你才想到自己 自己 對 根本不可能漂亮亮亮出門 對啊 可是你真的就是 沒有叫老公幫忙 就是因為他真的幫不上忙啊 對 可是我就說 老娘不出門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很快 帥起來也是覺得 結了婚要準備老公的東西 準備孩子的東西 那些東西都忘了 然後老公就會到出國 就說為什麼你這個東西沒帶 對 我就買啊 我就忘了啊 他不然怎麼樣咧 好帥喔 對 好帥喔 學一下 這個狀況我也有 我沒有那麼大膽 直接說你動作快一點 這樣子一定會算盤 我是比較容易窮緊張 然後碎碎唸的 對 那我週末常常會 天氣好的時候跟我太太去騎車 騎公路車 那我們大概都是早上五點半起來 六點半出門 那五點半起來之後 大概從五點四十分就開始跟她說 五點四十囉 快點 然後五點五十再唸一次 五點五十囉 快點 六點再講一次 然後她後來就翻臉說 你是不是不要再唸了 可是我真的只是好意啊 只是要提醒 也沒有什麼要逼她的意思 如果不唸到時候 如果真的吃了她的時候 你怎麼都不提醒我 對 對... 就是要 其實媽媽也都知道說 不管老公或小孩講那些話 都是無心的嘛 但是就是在那個氣頭上 他們就是會過不去 那如果中長期下來 譬如說累積半年 然後一年 其實從頭到腳 就會出現很多的壓力症狀 譬如說頭部 它可能就會出現 壓力凸 然後甚至就是 那最輕易的研究師發現說 長期的壓力情況之下 它會有那個 骨質疏鬆 比較早造成 對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對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對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也會 那更明顯的可能就是 蔡醫師這邊的專業就是 這個都是跟心情長期的壓抑 憂鬱有關係的 所以影響非常的大 我覺得有的時候 真的就女人是不是真的 太玻璃心了 就太敏感的一種生物了 有時候真的我們講話 並不是想要表達這個 但是聽到他耳朵裡面 怎麼會就變了個樣子呢 你知道有一次 我出來請回來之後 找回家 然後就到 坐到家裡面你知道 坐到沙發上 在那邊來那邊看電視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從這個房間 晃到客廳 客廳 晃到飯廳 晃到廚房 廚房 晃回飯廳 然後又到臥室 又到後陽台 又到頂樓 我想說這個到底在晃什麼 這個人就是我這個偉大的老婆 我就講了這一句 很過分 真的是很過分 語氣是非常和緩的 我是想想 你到底在忙什麼 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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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來 真的啦 結果他聽到就 什麼叫我到底在忙什麼 我從早到晚 一旦起來 我就等他被迫這樣 走來走去 還不可以在忙 你們無力量的事情 噴噴啪啪啪啪啪 就一陣忙 我的天啊 我真是莫名其妙 我那時候心裡本來想 不是 你是中邪的 我這樣講 但是 但是我知道 我一旦如果講出這句話 不得了 你就抓到了 就是天油 把這個焦氣油在火上 我當下就忍住 我說我知道你很忙 你很辛苦 沒事... 我說你怎麼不坐過來 陪我聊天呢 什麼你知道我辛苦 最好你知道我辛苦 你才不知道我有多辛苦 賀東就給我去房間 我整個莫名其妙耶 我只不過是一句 發自內心關心的話想 問他說 你到底在忙什麼 結果就變得好像我在職位 你到底在忙什麼 我真的覺得他的 我就是有問題了對不對 剛才小兵一直在說什麼 我們女生玻璃心啊 我們女生太敏感啦 我覺得根本就不是 我們女生的問題 就是男生呢 無聊當有趣 就是自以為是白目 怎麼說呢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就是生完美多久 那當時一開始就想說 為了寶寶好 我要自己親餵母乳 或者是把母乳擠出來這樣子 所以你整個每天的生活 都在跟中前這兩個作戰 對 然後 但天生我就是那種 奶量很少的 奶量是不夠的 我就跟他說 你去買配方的奶好了 買哪一個牌子這樣子 然後他就立刻 反應很迅速跟我說 哪一種很貴耶 哪啊 三天就要七百 很貴耶 就是你兒子一直吼我奶 我已經跟你要過錢 你說如果你要過錢 你不要錢 哪要拿來啊 奶更貴 配方奶更貴 然後呢 你那是義太奶更貴 而且要是熊貓 好會講喔 新鮮的 手工的 對 手工的 而且還有抗體 對 有抗體 然後呢 或者是說有一次呢 因為你知道我其實 擠摸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自己很醜 因為你覺得就是 要痛巴陪 你就是要脫上 所以我都找了一個角落 就是在我的更衣間裡面 背對著 然後脫著衣服 就是在擠奶 那偏偏他其實有的時候 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他會經過我的更衣間 就是看到我 不過也還好 就看到我背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經過我的背面這樣子 他就講了這一句話 這個不行 好 拍 從後面拍一拍了我的肩膀說 最近吃很好喝 這個不行 早死 這真的早死 我老公是怎麼講 我們家馬桶好可憐 看不到馬桶 因為我坐在上面 我屁股很大 這也好過分 他真的很過分 他真的中文不好 怎麼講 我老公中文很好 反正就講說 他最近吃很好 我整個就 當下 我整個就爆炸 我直接就起來 然後拿了我的奶 直接往他身上砸 我就直接砸他 砸到他身上這樣 過了他滿身東西這樣 我真的太氣 我就說 我會變那麼胖 也是為了你而止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而且他看你飛開肚子 你還敢講我 就是我就生氣了 然後晚上他就整個嚇到 晚上睡覺的時候 大家比較心平氣和的時候 他就可能要為白天發生的事情 來搜一下 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擠了 退一退了... 你擠奶 每次呢 為了那幾滴 把自己搞得人不像 你不像 那幾滴 那幾滴 他真的瘋了 他 哪會不像 真的瘋了 他本來想安慰妳 想和好 結果 對 又再戳一次 到底要說幾次 所以 對 我又再跳起來 就是又爆炸了 對 不是很懷悟 你說真的 真的 很懷悟 別忘了訂閱 媽媽好生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YES